在總統蔡英文跟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的菜麥會結束之後 好 總統呢 已經回到台灣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 中共的東部戰區已經宣布 他們要從4月8號一直到4月10號 有三天的時間要在台灣海峽 跟台灣的北部 南部 還有台灣本島以東的陸海空域 要組織一個環台島戰備警循 還有聯合利劍的演習活動 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 這一回這個演習的名稱 環台島戰備警循還有聯合利劍 好 現在官宣的日期是有三天 好 面對這一次的這個演習 我國的國防部態度 他們已經說了嚴密的監控當中 不升高衝突 不會引發爭端 但是我們進一步如果來看一下 這一回的這個環台島戰備警循 還有演習 其實沒有劃設進航區 因此呢 不會影響到我國的海空運 好 但是呢 大家也關注到了 包含都是用實兵實裝實彈 好 另外大陸自製的航母山東艦編隊來做參演 好 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引發大家的高度關注了 首先呢 這則相關的報導 我們就帶大家來詳細看到 今天的軍演其實4月9號已經是第二天了 好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海委會特別釋出了 中華民國的海軍敵化艦趨離共艦的畫面 雙方對峙相隔只有三海里而已 好 當然這一回的軍演 目前台面上看得出來 其實各方的解讀都覺得說 兩岸好像有做了一些克制 大陸8號宣布環台軍演 國軍提升加強戒備 政府主觀不得同時離營 國防部長邱國正和參謀總長 也進入橫山指揮所作證 國防部跟二度釋出影片 其中我軍敵化艦廣播驅離共艦 畫面大曝光 中華民國海軍 你的行為以嚴重拖壞台海 區域和平穩定及安全 另外海巡更清楚拍下敵化艦 跟大陸海軍太原號驅逐艦 在海上對峙 兩艘軍艦距離拉近到三海里以內 以大陸軍艦131 軍艦兩艘隊至中 目前兩艘軍艦相隔約三海里 大陸軍事專家分析 這回大陸軍演具五大特點 包含環台島戰備警循 和聯合力艦演習合二為一 多軍兵種聯合作戰 實兵實裝實彈 並要奪取制海制空及自訊席權 尤其這回還有航母山東艦加入 而我們專家也分析說 這回軍演狀況跟上回 培洛西來台後的中共軍演 有很大不同 面對大陸動作頻頻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 麥考爾接受專訪說 如果大陸侵略台灣 美國出兵肯定會納入考慮範圍 攔住炮轟 從蔡總統訪美被美國人 嗆不想要戰爭 難道我們真的得為部分 美國極端反中人士的利益 送上自己的命 美國這些政治人物 就是為他們的國家利益 來考量 這個這點 我們應該要徹底的決心 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並且必戰才能夠指戰 我們自己中華民國的主權 立場跟捍衛 我們必須要想好清楚 才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 蔡舊福的聯美抗中 將兩岸搞到兵凶戰危 百姓只判執政者 真能想清楚 人民要的從來不是上戰場送命 記者謝宏如李璇 台北報導 好 首先第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是我們介大使 現在大家有說 目前看起來 力道不如上次的激烈嗎 因為這一回的軍演 不像去年的軍演 是由新華社所發布的 而且也沒有化射進航區 同時對我國的海運空域 也沒有直接的影響 對 這一次當然這個規模 然後它的力度 跟上一次來講 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那上一次還有飛彈的試射 導彈的試射 那都還記得後來是 因為日本的媒體揭露 我們才知道 這個導彈從我們台北頭上飛過去 那為什麼如此呢 我的研判很簡單嘛 就是這個麥卡錫跟蔡英文見面的 這個嚴重程度 那麼從大陸的角度上來看 遠遠於這個 這個裴洛西跟蔡英文 到台在台灣見面的程度 第一個見面的地點不在台灣 在美國 第二個這個 這個當時麥卡錫啊 這個這個裴洛西啊 他是美國執政黨的 他是屬於民主黨的 他雖然也是這個美國國會議長 可是他是屬於這個 同屬拜登政府的這個民主黨的 那這一次麥卡錫他是屬於在野黨 那第三個呢就是說麥卡錫啊 他的雖然見了蔡英文啊 可是他會後的發言啊 那麼非常的符合中國大陸的政策 那這個這個這個發言我覺得 對大陸來講是蠻 蠻重要的一個參考 因為他也講了就是說他還是遵循啊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建交三公報 等一些啊 美中之間對於一中政策的一個共識 那麼他也重申啊 他還是主張一中政策 那麼他也說了他不會再來 他不會來台灣 我想這些表現跟那個當時的裴洛西來講啊 完全不一樣 那而且這個會面是發生在美國跟發生在台灣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這一次在蔡英文在美國 雖然見到了麥卡錫 可是啊在紐約的時候啊 等於受盡美國的冷遇 那麼把他關在這個事實上的話 這個Hudson Institute一個智庫裡面啊 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看到他拿到 他獲得的所謂什麼領導人獎章啊 到現在長什麼樣子我還不知道 都不敢拿出來看 然後呢蔡英文他發表的演說的內容是什麼啊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 他都回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都是美國的啊 拜登政府啊 我想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外交談判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想在整個蔡英文這個過境美國期間啊 大概美方也對蔡 對這個中國大陸方面做了很多的妥協 當然我們不曉得 中國大陸做了妥協之外呢 中國大陸給了美方啊 什麼樣的一些啊 一些回應 那不過整個來說的話 就是蔡英文的整個的這個在美國的這個 尤其在紐約受到這麼屈辱的待遇啊 那等於是美國人刻意的安排 如果這樣子的話那台灣不就成了這個 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談判的一個籌碼 那所以整個來講的話蔡英文過境這個好 第一個在紐約受盡屈辱 第二個在這個 在這個洛杉磯的時候 事實上啊整個見面也是非常的低調 然後談什麼 那麼事實上的話是相當相當 內容也是閉門的 所以種種來講的話 跟這個好 佩洛西來台灣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所以他的回應的方式 那麼就跟上次 整個來講是低了很多 強度啊這個時間啊根本都低了很多 我想主要是這個原因 好那董哥呢你怎麼樣看 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力道好像不如上次激烈 這次的力道是不是真的弱了一點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民進黨政府所做的事情 他一定有個態度要表示 尤其你跟美方這樣 那其實他有相當大的克制 這次雖然說他的金箭或者飛機比較多 但是他的力道其實相形下是很弱的 那其實他整個的對峙裡面 看得最令人感動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海軍出來說 我是中華民國海軍 我們的軍隊敢講 馬上有前總統敢講 蔡英文去美國 美國不是新聞自由嗎 言論自由嗎 蔡英文去那邊自己壓縮自己不敢講 為什麼 因為美國叫他不要講 那你就矮了一截 一個阿兵哥都敢嗆了 對不對 我是中華民國海軍 好那你可以看到 那種大義凜難 真的令人家感動 那民進黨反而是 就是微微縮縮的 那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的節制在哪裡 在於馬航九離開了 馬克宏離開了 雙馬離開以後 他才開始有這個行動 那很多人講說 他為什麼不事先講 因為中國大陸 大家也知道他今年是提倡交流 他對國際是伸出和平的手 那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以後就是一個慣常的行為 那怎麼講呢 就是說你如果跟氣人比起來 大家覺得說好像那個威和力量 你只要看兩岸的人民 包括台灣人民 我們的生活日常 包括中國大陸的人民 他也日常 因為我有看到媒體 有人去訪問平潭的大陸的老百姓 他們正在曬太陽沒有感覺 那大家就覺得他就變成一個日常 你知道變日常就可怕了 日常如果將來又怎麼樣 大家就沒有警截了 這個就警截 那像我們小時候在金門市什麼都要警截 所有東西看到怎麼樣 不對就要趕快去報 聽到什麼就趕快把家裡的槍 我們牆上都掛槍趕快拿起來 往集合紀念跑 可能有什麼狀況 你要有人實時備戰的警截 現在是沒有 尤其台灣是沒有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是完全不符合戰備的條件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政府 他其實他也自己很清楚 那中國大陸也必須要跟他的 人民交代 所以當你蔡英文跟美國的議長 建了變 麥卡行李建了變以後 他會有一波 我制裁駐北大使小美婷 等人這些活動 然後再有一個經驗 這個就變成說 他也要跟他的 裡面的鷹派的人做交代 所以這種交代 做久了以後 大家都麻木了以後 萬一戰爭 真的來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反應 那所以 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碰到的危機 但是所謂的這些活動 其實將來會變成一波接一波 2009年 那時候王毅就跟 那時候的 我們中華民國的馬鴻九總統 因為馬鴻九2008年接任 那兩岸就開始直航了 過去都被民黨壓著不直航 王毅在2009年第二年就提議說 以後我們兩邊乾脆不要有海峽中線 馬鴻九一口即決 所以為什麼 因為中線保持大家一個空間 而且中線之內 我們的空軍都在這邊展演做信念 將來沒有的話那還得了 所以馬鴻九是季節的 那不是民進黨每天在講他賣台 那現在的中共不管你了 他直接就是沒有中線了 他想說越過中線多少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從佩洛西來他把這個斷掉了 然後美國的金方要跟他溝通 他也斷掉了 所以他這個兇險都在不可測不可知 那以前大家有一些互相的克制 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可怕在哪裡 在於萬一哪一天擦槍走火 對不對 你跟我嗆 好 我就打一顆給你看 萬一有個小兵打一顆給你看 那你怎麼辦 就是不是真的是打起來了 你沒有溝通管道說 剛剛那個是誤會不小心 我們熊山飛到不小心就打出去啊 結果沒有打死中共的任何人 打死我們一個船長 大家都記得那個案子嘛 所以萬一一個不小心就是擦槍走火 那怎麼辦呢 現在完全沒有這樣的空間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蔡英文政府其實 他也沒有辦法去做到任何事情 所以他就假裝召開國安會議 然後假裝裝模作樣一番 表示我有在關注 你可以試問你們自己的國安系統 有沒有人意料到中國大陸會有這些行動 然後會出多少武器多少兵或怎麼樣 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是看報紙才知道說 原來中國大陸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整個政府的危機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